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根据法例 外容无论在休息或任何假期 包括年假 如果仍然留在香港 都不可以在外面留宿 除非事前得到入境处处长的书面批准 或者是他的雇主在2003年4月1日之前 已经获得入境处处长批准他的外容在外面留宿 而中途没有中段超过六个月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 雇主如果没有请外容 这个时间是不能超过六个月的 那他就仍然继续可以在外面外宿了 如果不是有上述两个情况 外容无论放什么价 如果仍留在香港 他是不可以在外面留宿的 好了 这条片就讲到这里为止 如果各位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 我就会尽快作答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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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